画面中可以看到一个个登山客冒险穿越狭小的走道 另一头还有浪不断重刷上岸 许多民众就算用跑的穿越 还是会被海浪打到 看起来好危险 原来一旁的挡吐墙好像坏掉了 角度倾斜 让这段路不止特别难走 还相当危险 带您来看一段现场情形 事发在4号高雄柴山的阿朗一古道出口 是许多登山客爬柴山的必经之路 据了解这面挡吐墙 似乎因为多年的雨水冲刷 倾斜角度越来越大 不过挡吐墙多年前就已经损坏 还是没有修上好 就有民众担心若是一直不修好 如果哪一天倒塌 恐怕会造成人员受伤